基地組織公布的一段錄像顯示 一名美國人質說 如果美國總統奧巴馬不滿足基地組織的要求 他將會被處死 基地組織星期日公布的美國人質 維恩斯坦這段將近三分鐘的錄像顯示 維恩斯坦在錄像當中向奧巴馬呼救 如果奧巴馬接受這些要求 維恩斯坦就可以生存 如果奧巴馬不接受的話 維恩斯坦就會死 基地組織領導人澤亞希里 在去年12月公布的錄像顯示說 美國必須停止空襲穆斯林國家 基地組織才會釋放維恩斯坦 現年70歲的維恩斯坦 在去年8月在巴基斯坦城市拉俠已遭到綁架